郭文贵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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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四位就座 由於疫情關係,請大家保持社交距離和時刻配戴口罩 今日出席的官員是環境局局長黃錦昇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先生 運輸處處長羅淑沛女士 環境保護處副處長馮浩然先生 兩位局長首先會用中文介紹各自政策局有關財政預算案的內容 然後提問時間 現在我先請環境局局長黃錦昇先生發言 然後就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先生發言 請黃局長 大家早晨 牛年去到正月十五了,想祝大家身體健康,環境健康些,包括減炭、減排、減快等等 都可以令到環境健康,大家更健康的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環境局有多方便的政策,支持香港綠色復蘇,替造更多的綠色工作崗位 在這裏大概,在早前先的報告,也都宣布香港,是指力爭取,邁向這個碳中和,在2050年之前,是達至這個零碳排放的,同時間,在過程中,令到環境更加環保,創造更多的綠色就業的機會 今次財政預算案,是有幾方面的,是加強這個減炭和減費的措施 亦都優化這個交易公園的部分設施,以及推動新能源運輸等等 預計是可以在未來幾年間,一共創造,或者是支持數千計的就業機會 而且有其他綠色復蘇的措施,包括了兩個例子,例如這裏,是增加綠色的臨時的職位 預計在環境局相關範疇,都有大約900個左右,涉及的資源是超過1億元 另外在環保園、街地公園和香港濕地公園的租戶,都延長半年的寬減租金 舒緩大家的經濟壓力 跟著我想說,在賣向碳中和方面,有幾方面 在減碳方面,有兩個例子 一方面是投放資源,在政府的場地,加裝小型的可綠色能源的項目 預留是多10億元的,預計是大約有80個項目 可以政府建築物或基建設師,可以加裝這些綠色能源的裝置 另外,預留是1.5億元,是給社處遵坐的非政府機構 免費進行能源審核和安裝結能裝置 這個項目,名為綠色社福機構 這次我們回顧上個財政年度,相關的一些措施的進展 例如這裏看到,上年公佈的2億元的低碳綠色科研基金 在去年已經突出了,在去年底開始接受申請 已經收到首輪的申請反應是很正面的 我們預計,要是看到我們收到的項目是超過190份的申請 我們預計在今年年中會公佈相關的結果 而當中大概一半的申請是跟這個減碳和接能相關的 第二方面就是減費,減費不單是減少多田區區的壓力 也是減費減碳的 這次財政預算案是增撥10億元給回收基金 是繼續去協助回收業界,尤其是提高中小企的作業能力和效率 應對本地和境外市場的最新的需求 透過這個增撥資源,我們會延長基金申請期到2027年 預計可以受惠的企業是超過一千個的 第三方面就是支持低碳本地油 改善部分交易公園的設施,預留5億元 包括了康樂元素,例如增加搬景台 在改善設施方面,例如是改善洗手間的設施 在豐富體驗方面,例如是收縮戰時的遺址 作開放式的博物館等等 新設計是盡量符合低碳綠色的原則 而且是融入自然 另外這個新設計也會顧及不同年齡層 可以做到老少咸儀和相見共融 六成期預計在未來兩三年開始 陸續落成給大家一齊去支持低碳本地油 第四方面是新能源的運輸 這個不單止是幫助香港賣向碳中和 亦是能夠改善空氣質素的 在電動私家車方面,近年的進展是正面的 例如在電動私家車的比例 在2020年,即是去年,每百輛新的私家車 就是一輛是電動車 而在一換一計劃之下,平衡了私家車的增長 的一個措施,是被這些電動車生靠的時候 是較高的首次登記稅的寬減的 而過去幾年,九成這些首次登記的電動車主是受惠的 大家都提到了,要有一個電動車的轉型 這個充電的配套是重要的 所以就看上年財政預算案 所公佈的20億元的EV屋苑充電器之作計劃 進展是相當正面的 這些是為現有早期落成的住宅的停車場 是為了安裝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 這個項目在去年底推出 到現在大約是四個月左右 本來的預計在三年內 為及大約是六萬個相關的車位 現在到最近已經收到接近一百九十份的申請 涉及已經超過五點三萬個車位 即是原本預計已經達到差不多九成左右 這個項目是先到先得的 同時我們都在上年這個防疫抗疫基金之下 都是支持增併一些有時限工作職位的人士 是幫忙支持我們不同的項目 包括EV屋苑充電器的資助計劃 我看同時的報告 我們請了幾十位的人士 參與這個支持EV屋苑充電器的資助計劃 他們都做得很投入 亦都覺得這個不單止是一個工作機會 亦是幫助香港低碳轉型 另外回顧相關在上年 這個財政議書案的一些措施 新能源運輸基金去年是增撥八億元 並擴大資助的範圍 去到去年底 這個基金已經撥出了一億五千萬以上的一個資助 接近第一是二百個 適用在不同車種 包括是需要用車、巴士、路輪的項目 而試驗電動公共小巴方面 去年是預留八千萬的 最新進展是預計在2023年開始去試行 而試驗維港裏面 這個電動道輪 去年預留三點五億元 最新進展都是預計 可以在2023年開始 在維港的內行線去試行 另外 我們香港的第一份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 預計在下個月會公佈 會更加詳細地講述 我們香港長遠相關的政策目標和計劃 在這個財政議書案也都講了 主要的內容是包括了 在2035年或以前 是停止新登記燃油的私家車 當中停售的或是停止新登記的 是包括了混合動力車的 一簡言之 到時新登記的私家車 將會一定是屬於 純電動車或者是 效能一樣的 這個路邊零排放的類型 所以這個目標 是相對很多不同地方來說 是進取的 那個路線圖都包括了 擴展電動車充電網絡 而且推動它市場化 都會培訓電動車技術和維修的人才 也都會制定電動車 退役電池生產者責任計劃 還有政府自己會帶頭 在車隊裏面 使用更加多電動車的 長證會在下個月很快公佈的 電動車的路線圖會長述 另外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的 在一換一計劃之下 首次登記稅最高的 寬面額會提升15% 即是由現在原本的 這個25萬 提高至28萬7500元 而一般電動私家車的 相關的寬面額是維持不變 即是97500元 另外在其他改善空氣質素方面 有其他的舉措 即是我們今年年中度 會更新香港清新空氣藍圖 進一步是正確長遠的目標 以及進一步改善香港空氣質素的措施 而回顧上個財政預算案 所公佈的71億元淘汰歐盟四期 柴油雙用車計劃 這個計劃是鼓勵和管制並行的 將它淘汰大約四萬兩歐盟四期的柴油雙用車 包括貨車、小型巴士和非專利巴士 進展都是正面的 去年底推出已經逐步淘汰這些雙用車 預計在2027年年底前分階段淘汰 整體來說 這麼多項目 不僅幫助香港減炭、減排、減快和支持綠色生活 和時間剃造更多的綠色就業機會 剃造一個綠色城市 多謝大家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早晨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香港地少人多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政府一直都鼓勵市民在日常出行的時候 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以善用是有限的路面空間 相信大家都留意到 香港路面的交通濟縮情況 在過去十年是日益嚴重 現時私家車佔整體汽車數量是超過七成 大家可以在投影片看到增長的幅度 在過去十年裡 由大約四十二萬架增長接近四成 去到超過五十七萬架 私家車的數量已經是對路面交通 構成沉重的壓力 市民出行需要花更多時間 亦都加重了路邊的空氣污染 政府多年來一直都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 包括改善交通基建 擴展及提升公共交通系統 以及管理道路的使用 以舒緩是道路交通的制塞情況 隨著中環及灣仔繞道 以致屯門至赤立角連接路通車以來 對港島區和新界西北區的主幹道交通流量 是起了分流的作用 我們也適時推展中九龍幹線 T2主幹道 將軍澳南田隧道 以及將軍澳跨灣連接路的主要道路項目 同時我們也會繼續改善交通基建 推展道路及鐵路的基建項目 以及進行研究 以基建先行創造容量 配合香港的整體發展 就公共交通系統 現時全港每天約九成出行人士 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運輸政策一直以來 都是以公共交通為本 以鐵路為骨幹 政府會繼續擴展公共交通服務的覆蓋面 並引用科技發放實時 道站的資訊 是方便市民出行的 除了港鐵和專型巴士之外 專線小巴的道站資訊 也會在明年擴展至全部 約六百條的專線 所以日後市民承搭公共交通出行 是更為方便 或者進一步舒緩市民的交通費用負擔 免入式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每個月的補貼金額上限 已經由三百元提高至四百元 而每個月公共交通開支水平 暫時由四百元放判到二百元 這個安排也延長六個月 到今年的六月三十日 在管理道路方面 運輸署會繼續進行擠塞徵費 和中環電子道路收費先度計劃的研究 以及控制和管理車輛使用 和善用有限的路面空間 另外政府也會繼續善用科技 例如安裝交通探測器 以收集和協助發放實時的交通數據 而且陸續會安裝能夠發放實時 空置路旁泊車輛資訊的新停車收費標 與其明年可完成安裝 屆時已經安裝的新收費標的路旁泊車輛的數目 將會增加到二萬二千個 我們都積極推展自動泊車系統的先度項目 以其日後在政府和私人公眾停車上推廣應用 第一個位於荃灣的項目 將在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務 而運輸署亦正積極推展另外兩個 分別位於白石角和深水埗的項目 從運輸政策的角度出發 財政措施是控制私家車增長的方法之一 過去政府也曾經實施過 也有一定的成效 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和車輛牌照費 已經多年未作調整 為了達致控制私家車增長的政策目標 同時在考慮和平衡各相關因素之後 財政預書案提出 將私家車包括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稅率 增加15% 並將私家車包括電動私家車的車輛牌照費 增加30% 這項建議已經在2月24日刊獻生效 我們希望透過增加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和車輛牌照費 以緩減私家車數目的增長 以改善路面交通濟濕 我們希望將私家車輛牌照費 並將私家車輛設備 令香港成為一個更移居的城市 多謝大家 多謝兩位局長 現在是提問的時間 請你們用麥克風提問先舉手 然後說出你的傳媒機構和你自己的名字 CMP I Thank you. I'm from the SMP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green meshes First, it's about the new the plan to seize the new registration of fuel propelled vehicles by 2035 some other countries also have similar plans to do so for example, Britain plans to ban the sale of gasoline powered vehicles by 2030 and Norway plans to do so by 2025 so my question is, how was the target of 2035 set and could this happen earlier as some Hong Kong green groups have suggested what are the conditions that need to be met to make this happen and how do you balance that with the needs of Hong Kongers who need cheap long electric vehiclesand the last question is if we are to look at Hong Kong's energy composition, 50% is still coal and so if my understanding is correct even if you have a lot of electric cars on the roads, the electricity generated for these cars still mainly coming from coal so would that hinder your goal of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by 2050 and are there plans to invest more on renewable energy any budget on thisand any timeline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my colleague Owen Ken Supplement I would like to respond to that your data about the core portion for power generation is outdated by now it's no longer 50%, it's about some 20% we have been progressing smoothly towards our target is to phase out the core portion power generation to apply much cleaner fuel incrementally more details could be found in the forthcoming updated climate action plan regarding the phasing out time for the conventional private vehicles because our target is actually the most progressive in Asia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and our target as said is that the we would like to see the target 2035 is the latest thing and probably our plan both the climate action plan and the forthcoming EV roadmap will be subject to reveal every five years so the meaning of that 2035 is to set a clear signal to the car man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to Hong Kong that we would be progressively support more EV or e-private vehicles in Hong Kong because in Hong Kong one of the critical factor to go through this transition is to have reasonable supply of the EV in the private car sector so I think with this clear signal there would be more and more supply so that we can reveal that over time and probably there would be room for us to consider whether 2035 could be even subject to reveal and became an earlier day Owen can support me yes thank you secretary and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as we got the timeline we set on 2035 I think you one thing we make reference to is all the sort of the targets or timelines set by other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if you take a look I mean basically they are between 2030 and 2040 and that's why 2035 is kind of in the middle but as mentioned by the secretary we set the target actually is low later than 2035 in other words I mean that basically we have some sort of flexibility to advance that timeline and then also mentioned by the secretary we are going to reveal this kind of timeline by say every five year in fact the first major review will probably will be taken in 2025 in about like three to four years and that that that's why I mean I think we are setting a very progressive or to a certain extent an aggressive target I mean in the region and you also highlight low waste practice I mean that's a fact that I mean Norway is the leading economy in the whole world to achieve this kind of or to set this kind of timeline they set 2025 however I think all the other economies including a lot of places which are manufacturing vehicles which we don't actually I mean they are also setting as I mentioned between 2030 and 2040 okay and also I mean our target also we exclude when the time we ban the new registration of conventional fail propelled vehicles we also at the same time exclude the new registration of the hybrids and then that is also may not be included in other economies and then we are at one time we also stopped all the vehicles with emission and then that's why I mean I think our target or our timeline is at this moment time I think it's reasonably set 好 下一条 麻煩 TVB 那边 好 首先想问私家车手指登记税 和牌照费 其实怎样可以直接这样去解决交通制式的问题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其实是违拍 或者车位不够 如果你只是增加了牌照费 和登记税 又怎样可以解决交通制式的问题 有人就会甚至有些意见 就说会不会是逆时加价 将那个压力 经济压力反而放在车主身上 另外就是刚才都提到那个 电动车的问题 就订了在2035年之前 都想知道中间政府会怎样协助 会不会有一个时间表 另外都是想知道政府在这方面 怎样去协助车主去转 由一个可能私家车的运营 或者等等不同方面 去转型变成一个电动车去用 好 麻煩 陈局长先 好 或者我先回应这位朋友的提问 接着请KS再回应其他部份 刚才这位朋友提到 那个是泊车位以至是老婆围白 如果大家留意到 在过往一段时间 政府亦都是积极推行 第一是一地多用的政策 是增加这个泊车位 亦都是透过这个香港规划 标准及准则的修订 是将泊车位的比例 是适当调升 这个亦都是针对过去一段长时间 泊车位及车辆的比例 是由1.5 是降到少于1.1 大家明白到了 所以数字上是讲得很清楚 就是这个是汽车的增长 而且过去十年是非常之严重的 当然了 任何的税务改变都会带来一些影响 但是我们从一个移居城市 折行减排 以及减少路面击塞 折省市民出行的时间 我们觉得这个是有需要的 而且私家车的数量 是占香港整体汽车的数目 是有七成那么多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比重 最重要的就是说 私家车的增长 都可能无限去延长的 因为我们香港地方小 我们那个道路和桥梁 这些隧道 整体的容量都是有限制的 所以也需要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令到香港的路面交通更加长顺 更重要的 刚才我都跟大家交代了 香港市民日常的出行 百分之九十的出行人次 都是利用这个公共交通服务的 而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务 以及整个系统 由铁路、专业巴士、小巴 以至其他村巴、完工巴士 其实那个覆盖面 以及服务的质素都非常好 在世界上也是位于潜烈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香港值得 是自豪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汽车的首次登记税 以至排费的增加 都在当下是一个适当的安排 我将个时间交给一下其实 谢谢范哥 在电动车方面 我讲讲大型的原则 跟着同事可以补充一些数字或细节 我们很快就会公布 这个香港电动车谱的发路线图了 所以有一些细节 大家可以等一等 三月我想上旬我们都会公布 这个蓝图那里会有很多的细节 至于怎样是帮助我们 特别是私家车车主 在这个转型呢 我想这里有两方面的 一方面就是怎样能够有个措施 是鼓励多些相关电动私家车的供应 这是重要的 因为香港我们自己没有一个车厂 所以呢 比如透过一些税务的优惠 比如今次的整体来说 是会令到购买的私家车 特别是一会一之下 是会跟传统私家车的价钱上 整体来说 是更加优惠这个电动私家车的 当然其他的措施 令到这个电动私家车 是更加是受欢迎了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今次定了一个 2035年或以前的目标呢 也都给了一个很清楚的讯息 给到一些车的厂和供应商 让他们更加多 有罪地供应香港这个市场 另一方面呢 大家很关注就是这个充电的配套了 就看回如果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转型呢 其实要大家想想就是 哪些地方能够配合大家充电呢 是最紧要的 而香港大家就是在那个居住环境 屋苑为本的 所以变成我们看到 向前看呢 大规模是做一个转型呢 在大家就是香港人主要居住的环境 就是不同的屋苑那里呢 能够提供充电设施呢 是最方便最好的 所以一方面在第一十年前呢 我们已经有一个的鼓励计划 是透过发展局呢 就是说新起楼环境的时候 透过一些有因 是令到它新起注册楼的时候呢 已经是令到它的停车场呢 英文讲EV ready 已经是有一个基本的充电设施的一个结合在 在上年 就在预算公布的 我们这个EV屋苑充电设计划呢 正正是令到既有的 早期建的屋苑呢 都可以有一个提升的一个阶段 就已经都说了 我们这个申请项目 到在上年年底推出 到现在大概四个月 原本那个我们预算 在三年内能够提升相关的车位呢 六万个 但现在我们收到的申请呢 已经是超过了五万三个的相关车位 即是原本我们预计的九成 所以反正是正面的 这个也是占了香港这些相关的车位 一个高比例的 刚才说了 新楼的政策 加上今次这个对现有楼的政策呢 加上在几年间 可以将这些整体 这些住宅、屋、影停车场 有几成的车位 是能够提升到 是能够EV ready的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高比例的 一个转型的一个起步 那我们看回那个措施的反应呢 我们都会继续 令到更加是 很多这些车主 在屋宇运境呢 是更加好 能够做到一个 配合这个电动车转型的机会的 欧云有什么 多谢局长 或者我在这里作一个好笑 刚才局长都讲到 其实我想电动车的推广 最重要都是几个因素 车种 车的价钱 最重要都是充电的配套设施 在那边 在配套设施 其实我们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由于我们是私人的充电 因为在我们过去一两年 大家都讲得很清楚 在私家车的充电呢 我们觉得他们应该在自己的屋苑 又或者在他们的办公的地方去充电 另外呢 因为我们也没有忽略到 其实没有忽略到公共充电的网络 其实大家如果记得 我们在2019年呢 其实我们也拿到一个撥款是1.2亿的 那就是在我们的政府的停车场 加装一些中速的充电器 那这个计划呢 其实是到明年就会完成那三年 就会加超过一千个的充电器 中速充电器 在我们不同的政府的停车场 那现在的进展是良好的 一直在做的 那如果你问回我们今天呢 其实直至到去年的年尾呢 全香港的公众地方 包括我们的政府停车场 以及其他的私人商场 或者私人楼宇 其实那里呢 我说私人楼宇 多数都是商场 或者商用的大厦里面 大概是有3,300个这些充电点的 那么其中的三分一 大约是1,100个是政府的 另外那三分二呢 2,200个是私人的 那么我们相信呢 随着我们订了这个时间表 就是淘汰 传统燃油车 私家车的时间表呢 也都可以鼓励到 也都给予很清晰的讯息 给商界 或者私人的地方呢 去更加积极去装这些的充电点 给市民用 所以这方面呢 我们也是相关齐下 起码都会一起做的 好 下一位 01 你好 香港01记者来的 有几条问题想问回沉凡局长的 刚才都说到 其实这个汽车的增长 其实都是过去十年都加得很快 都不是今天的事来 那为什么今年经济特别差 来到失业 去到这么高期 特别差的环境之下 来到这一年你才来加呢 你不迟多一两年 又或者早几年之前加呢 而是要今年最差的情况加呢 之后还有 加幅究竟是 怎样来定的呢 这个牌费和首次登记税 你们的目标究竟是想个私家车是减多少 怎样减 你们有什么目标呢 在这一方面 那还有最后就是 就是刚才都说到是以铁路为骨架的 的运输政策 那但是其实见到现在港铁就 就是都 换了新信号系统之后 东铁那里都很不稳定 那其实当初你们是怎样 审批的呢 就是你们 为何可以被他们过了 换了新信号系统之后 还出现这么多故障呢 会不会觉得其实因为这个 公共交通服务的质素差之下 其实会令到更加人 更加多人想去用私家车 而不用公共交通服务呢 麻烦 多谢 多谢香港另一个同事 基本上 香港的公共交通 其实很多 旅客 或者是商务的客人 来到香港呢 如果你试过呢 如果大家同他谈一谈呢 其实都可以说是赞不住口 所以大家应该对香港的 公共交通服务呢 应该抱有信心 也应该感到是自豪的 但是我们不会是 满足于当下 我们都会就着香港的 公共交通 那个服务的覆盖面 以至服务质素 为市民带来的方便 和便捷呢 是继续努力的 比如我们说 是为这个 公共交通 实时到站的资讯呢 由铁路 专行巴士 去到小巴 都基本上呢 是逐步推进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都在 那个公共交通 这种费用 对市民的负担 也都是引进了 这个公共交通费用 补贴计划 也都将这个计划 那个是 补贴的上限 提升 也都将它那个是 台阶呢 暂时呢 是降低 是就着当下那个 是经济环境呢 是为市民提供的舒缓 这位朋友刚才也都提到了 为何是 现在去 增加这个是首次登记税 和排位 正如我刚才所说 在过后一段时间 私家车的增长 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 去到一个点呢 我们觉得呢 是需要作出一个 适当的安排 因为 私家车的增长 不可能 无限制地的 因为香港始终 是地方少 路面交通的空间是有限 怎样在 使用私家车 那个意愿 以至呢 一般普罗市民 他出行 那个时间 那个花费 和那个方便呢 做一个平衡呢 我们觉得当下呢 是一个适当的时候 也都提到就是说 究竟这个加幅 是怎样来定的呢 我们考虑到第一 就是当下的经济情况 车主的负担能力 以至呢 是其他种种因素 去决定的 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考虑 再其次就是说 究竟 目标是怎样呢 事实上呢 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 2019年 2020年 香港都是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究竟这个情况是怎样呢 是不可能是一个 所谓呢 是非常精准的一个说法的 我们是根据以往的经验 也是根据以往的结果呢 去做一个评估 我们觉得当下的安排呢 是一个适当的安排 那位后面 最后面那位先生 麻烦 请你讲一讲 你的传媒机构名 香港电台 麻烦 先想问一问 王局长 其实2035的目标 刚才你都说到很进取 怎样可以有信心 三十几年之后 其实现在这么多的私家车 都到时 只是转用电动车 现在车总又不够 充电的设施也不够 其实你们会不会说 目标很宏大 但落实的时候 其实都面对很大的困难 到最后有没有Plan B 或者做不到的 那会怎样呢 另外也想问回 加那个税和排费那里 其实坊间很多车主 都第一时间的感觉 就是向他们开刀 他们会觉得美其鸣 就是说要控制那个私家车增长 但实际上 其实因为那个经济上的一些困难 可能现在要增加政府的那个收入 其实会怎样回应他们这个说法呢 还有就是如果现在增加了之后 其实过往看到 都加过这些这样的排费 还有登记税 其实那个效果都是一般 为什么不是考虑其他 可能在一些繁忙时段 但是如果中环一些繁忙时段 系统那里真的减少车辆 会不会说 那个意义会比起现在加费 会实际很多呢 谢谢 好 我先回答 关于这个电动私家车 在2035年或以前 是停止新登记 传统私家车的那个首次登记呢 这个目标其实是配合 和全球这个大势所趋 是近似的 大家都理解了 主要的经济体 定了相关目标呢 都是说2030和2040之间 所以我们现在定了这个 2035或以前呢 可以说是一个 合理的一个定位 当中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挑战 这个不单是香港的挑战 亦都是全球的挑战 那我们看到呢 很多的车厂 其实呢 都是积极部署这个转型的 我们近这几个月呢 都和一些相关的 香港的汽车的供应代理 都有接触 其实大家呢 都是积极去配合这个全球 这个低碳减排的转型的 所以这里呢 这个是一个全球共同的一个挑战 但我们透过香港一些的措施 比如说一些首次登记税 欢勉等等的措施 或者比较低的一个 每年排费的措施呢 是有一个鼓励作用 而我们觉得 今次我们将会公布的 香港第一份的电动车 包括路线图呢 也是能够给到一个很清楚的讯息 给到这些汽车供应商 以至呢 香港相关的社会人士呢 是作准备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觉得是进取 但是都是由一个 务实的做法 看回那个数字呢 其实香港来说 在亚洲来说 除了在内地呢 香港那个 电动私家车的比例呢 其实是领先的 已经说了 上年 在电动私家车 新登记的 每八部 就有一部 已经是电动车 这个增长呢 是比再对上一年呢 是升了一倍的 所以看到的势头呢 是不错的 希望大家呢 继续去支持 这方面的一个转型 当然那里 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配套呢 要是部署 所以为什么我们 是筹划着 那个路线图 更加是全面 这样去覆盖 相关的一些部署 需要呢 社会各界人士呢 是配合的 包括譬如说 在人材培训方面 有适当的人士去整理 去这个维修 相关的车辆 这儿呢 都要跟相关的大专的业界 一起去配合的 所以这儿呢 要是大家理解 同时间呢 讲到电动车的充电呢 也是关键来的 刚才说了 我们透过我们 其实一早有 已经是 对新建的楼主 已经在十年前左右 有管理做事 这些的 那麽早的部署呢 其实你看回全球来说 都是 城市中是少建的 所以我们对新楼 一早有一个的谋划 令到它英文叫EVReady 能够配合这个转型 跟着上年推出 这个对现有 住宅楼宇 这个资助计划 大规模地 提升他们的基础设施 解决了硬件的问题 还有呢 就是说 业主之间 如何去支持这件事 看回近这四个月 那些相关的屋苑 现在是一百多个 最新是一百九十个 两个岛的屋苑 已经是正式申请 其实呢 我们理解呢 透过两电 他们呢 已经是有几百个 相关屋苑 首先呢 要透过两电 去看看他的电力 那个装置 是不是适合这个转型的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看到更加多屋苑 会支持这个资助计划 令到我们香港呢 高比例 在几年间 至少有几成相关的屋苑 新楼 旧楼 是做到一个转型的准备 所以这个比例呢 比起很多的经济体呢 是快和高的 但是呢 我们要持续去推展这方面的支持 和一个合作呢 才可以更加配合到 我们这个进取 但是没有实际的目标 多谢 好 多谢 多谢 就着刚才这位朋友提及的 首次登记税 以至这个牌费的增加 是不是针对车转呢 我相信大家可以在这个 《财政预宣案》 第145段看到 标题很清楚写明的 是舒缓交通制室 所以呢 基本上呢 这个是一个去缓减私家车 增长的幅度的一个措施来的 那刚才这位朋友也都很 也都提出了 是有两个我们正在呢 是推进的一个项目 就是包括这个是质色征费 和在中环呢 这个是电子道路收费的那个项目 事实上我们呢 有关的工作呢 也都正在呢 是继续进行当中的 我请我们运输署罗署长 向大家做一个简介 好啊 多谢局长 其实好像局长刚才开场发言 那样说呢 我们一直多管齐下去舒缓制室 所以呢 提到的制室征费 和电子道路收费中环的先度计划 运输署一直都是很努力地在筹划 那我首先讲讲那个制室征费那方面 制室征费那方面呢 其实我们已经是开展了这个 这个制室征费的具体研究 那我们呢 会是考虑各项相关的因素 那我们目标呢 是要建议一套收费的方案 和咨询各个持份者的 那其实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的筹备进行的工作是怎样呢 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 我们这个交通的模型的建构工作 那下一步我们很积极做的就是筹备 因为我们都要看看市民的出行习惯 和他们的交通的使用的意向 那大家都明白过去一段长的时间 这一年以来呢 由于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病 对于我们市民的出行的模式习惯 是有一个影响的 那所以呢 等疫情一稳定呢 我们会尽快开展这个调查的工作 去核对我们的模型 那希望呢 我们尽快在这一方面呢 是可以有具体的进展和大家交代 那另一方面呢 在那个中环电子道路的收费先渡计划里面呢 其实我们已经是初步咨询了一些不同的持份者 在去年也都成立了一个国际专家小组 那专家小组的专家呢 是来自有亚洲 欧洲和美国各方面的专家 希望我们看看 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他们行这一套的电子道路收费的一些经验 我们可以去参考 那其实呢 专家小组呢 在审视了我们先渡计划的一些扣赏之后呢 都是建议我们进一步去考虑 大家都很关注的 譬如是过人私隐 或者是有没有完善的配套的措施呢 有没有一个清晰显示收费区的方法 让隔世人士可以容易一些去识别呢 这些都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都会跟随专家小组 给予我们很宝贵的意见 然后去制定这个先渡计划的具体厂程 好 麻烦 KBOTV 这里麻烦 给个麦克 你好 我是友善的 想问一下 将来会不会再建这个焚化楼 可不可以明确地跟市民讲一下选址是在哪里 第二题就是想问一下公屋的建筑成量 即未来就说五年会有十万个 十万一千四百伙 另外就有三栋是房委会工厂大厦会改建做公屋 其实对于公屋的累购时间 其实是帮到多少呢 预计未来还要等到多久 或者会不会等久了 或者缩短的等候时间 另外就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 华国的车费会加税 其实在现时这个经济低迷的情况之下 其实加上是否一个合适的呢 因为市民会不会觉得是变相增加了他们的开支 谢谢 好 麻烦 因为今天传媒朋友都更多 所以我们今天的回应主要集中在和预算案有关 我看一下两位局长有没有报答 我简单答答 记者朋友主要是讲我们早前公布的 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 当中就有一个具体的愿景 就是全民减费资源循环和零费堆填 而达至零费堆填 是需要将一些我们不能够回收 或者不能够缘合减费等等的器材物 都要是有个适当的处理 包括善用转费为难的设施 而我们在蓝图都讲了转费为难设施是有多方面的 包括是可能将一些混习的厨余 是能够将厨余变成一些能源 亦都要考虑是否要增加其他的准备设施 我们在试诺时候 会迟些会议再公布相关的细节 我们会有些相关的研究 多谢 就着刚才这位传媒朋友所提问的家重市民的负担 这个我刚才也是回应了的 我们在制定首次登记税以至排费的加幅的时候 考虑了当下的经济情况 以至于车主的担担能力 所以基本上其他的原因和考虑 我都已经提过了 或者我们不在这裏再次重复 至于公屋轮后那裏 这位传媒朋友都提问过 就说未来五年有十万个供应房屋单位 另外也有工厂大厦的改建 实际上我们在早前的施政报告 也都作出非常之详准的回报 的而且确 供应房屋的供应是非常之需求大的 当下有二十五万多的家庭 是在轮后供应房屋 而那个平均轮后时间 都是有所增长 我们正是加大力度 在这个建造供应房屋的过程里面 是尽可能将那个时间压缩 将那个工序是尽可能加快 但是在当下我们的情况之下 这个平均轮后时间 仍然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都在这个 供应房屋供应之外 提供这个是个度性房屋的安排 透过全团体这个业主的合作 我们已经找到有足够的土地 在未来三年建造 一万四千个个度性房屋单位 也都是向这个关内基金申请这个资助 是将这个当下 因为香港那个疫情 旅游业的低迷 在宾馆和酒店的使用率 是极度低的情况之下 是将一些宾馆 以及酒店 是改为一个个度性房屋 那我们今天呢 希望可以得到这个 是扶贫委员会最后的审批 那如果我们是得到确认的话呢 我们相信呢 第一个这个是将宾馆 或者酒店 转化成为这个个度性房屋的项目呢 可以呢 在年中呢 是开始入伙的 那我们稍后有进一步的消息 会向大家做一个回报 多谢 好 麻烦 东方 我们再回答三个问题 东方先 不好意思 想问一下陈局长 关于首次 就是那个私家车首次登记税的方面 其实呢 很多业界的反应呢 其实就觉得都是无助去到舒缓车上 就是路上路面的车辆数目 那样 其实局方到现时为止 其实都没有公布 其实预计今次加税呢 其实是可以减少多少的新车 那样 其实根据上年 十年前 就是加税的数据呢 其实在2011年加完15%之后呢 未来的9-12个月 只不过减少了1.3%的一个 就是新登记税 那样 之后就不断地恶化了 那其实 想请教会局长 有没有预期其实今次的加税 可以帮助到多少 还有其实真的觉得加税是否真的有助呢 那第二 想问一下其实 想问那个ERP 和那个挤室征费方面呢 也都说了多久了 那所以请教一下 其实局方那边有没有真正的时间表 落实的一个时间表 那其实再想问一下 关于 即局方预算那方面呢 因为都知道高铁都停摆了一段日子 那其实运防局和港铁那边都有个协议 那样 其实可能政府都要分担比较多的 关于它的规损的情况 那其实双方现在谈成如何呢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麻烦 我们集中谈到财政预算案的 邀请陈局长 多谢 我想我们今天都是围绕在财政预算案先 或者这位朋友的提问呢 可以投到其他地方出来 对 就刚才所说的是 就是私家车的首次登记税 以及排费的增加 究竟对私家车的增长有多少的舒缓呢 我刚才也说了 以当下的经济情况 以及考虑过以往的经验 在今天来说 是比较难作出一个准确的评估 但是按以往的经验 的而且确是有一定的效用的 除此之外 我们要考虑一件事 就不是说它究竟是减了多少 而是我们要考虑究竟增长去到一个点 是不是我们需要作出一个行动的点 这个点呢 就是要确保日后 香港的道路交通的使用 以及可持续发展 什么时候做这个动作呢 是困难的 但是我们看回过去十年 私家车的增长比率 道路增长的安排 以至路面交通擠塞的安排 我们觉得现在做这个安排是适当的 而最重要的 无论如何去考虑都好 我们舒缓塞塞 是要多管齐下 我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 我们在公共交通 服务局的改善 覆盖面的擴阔 以至交通基础的项目的推展 道路项目的推展 以至铁路项目的推进 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都应该不时听到 我们有一个向大家做一个回报 比如说屯门南沿线 东涌沿线 北环线 这些都已经进行着 是详细规划及设计的 我们讲的是11号干线 中九龙干线 T2主干道 将军路蓝田隧道 这些都是进行当中 这些都是围绕着 如何为市民提高一个 方便快捷而可负担的公共交通 当然我也明白 香港人也有自行驾车的一种选择 但是从整体香港的交通运输政策 我们都需要作出协调 也希望大家明白和了解 多谢 好 最后两条 经济 这里 高长早晨 经济日报吴彩峰 关于房屋和环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蔡征宇书长提到 未来五年十万公司房屋落成 但连续两年房屋储备金 都是在房委会拔出来 放到政府库房里面 但我们见不到过去两年的预算案 政府又加大投入资源 内房委会建屋那里 房屋落成量是不断增加的时候 为什么政府没有财政资源去做承担 给多些成本去建屋和居屋那方面 而且都见到 每年的首季 房委会惯例都会卖居屋的 今年还没有这些消息公布 是不是今年政府或房委会 是不打算卖居屋 这是第一类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电动车 以往王局长也有印象 2017年之前 电动车的宽面额是全面的时候 换电动车的市场 反应额是很着弱的 但去到现在 你们封了97,500元封顶之后 新增的电动车越来越少 但你们现在鼓励2035年 是可以做全部人都要用电动车的时候 其实这些税务 宽面的安排 那条路线 你们怎样想呢 究竟来着97,500元 是那个宽面额会越来越少 是因应那个电动车普及 是这个情况 还是会因为想鼓励多些人去换车 继续做更多甚至更多的宽面呢 就是税务安排 你们会怎样去考虑呢 局方 麻烦你 先回答 我先回答 看回数字 当然 由十年前到现在 香港整体的电动私家车 是升了差不多100倍 是一个正面的 而且整体 你看回新登记的私家车里面 电动私家车的比例 是阵止过去政策有些不同的变化 但是路线图是清楚的 即是说现在每8部 就有一部已经是电动私家车了 是一路一路 每年去上升的 这些外力分析 都会在几个电动车普及快路线图 会有更加数字 在讲过变化 但是呢 众观全球 其实这些透过税务优惠 都会是逐步去换减的 因为当市场逐步主流化的时候 这些公立措施 就应该会收窄了 因为都要用公帑 所以我想是 我们香港都会配合这个大势所趋的 详细内容 我想容后我们的路线图 会有更加多的解说 好 多谢 就着这个公营火的建设处备金额 刚才这位前面朋友说得很对的 是进行一个回撥的安排 但实际上 这个只是一个帐目的安排 财政司司长也是公开表明 是对建造公营火的承担是不变的 而建造公营火的处备金额也是不变的 所以政府是对这个公营房屋 对这个基层市民住屋的需要 的承担是完全毫无保留 至于刚才提及到居屋的销售情况 就着这个是资助出售房屋 包括居屋、陆自居 以至我们说的是租至屋村的出租单位 回收之后作出售之用 有关的安排正是准备如火如荼 稍后按次序会作出公布 请大家给一些耐性 到我们做了有关的安排 作好一切准备的时候 会适时向社会公布 就是有兴趣和符合资格申请 购买这个居屋、陆自居 以至租住屋村的回收单位的市民 是很准备的 多谢 最后一条 这位先生 想你讲讲传媒机构名 RTHK 好 好 Many have questioned the decision to raise car taxes and license fee this year With many saying that this could probably not help reduce the number of vehicles on the roads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that? And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the criticism that this is really not the right time to increase taxes As the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a severe downturn and many have suffered as a result And also about the, you've talked about plans to introduce electronic tolls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e progress of your study? And do you have any timetable for when you might introduce the plans to increase tolls? Also, could you have done the car increases in the taxes a few years ago instead of now? If not, why not?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s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I would say that there is never a good time for tax or fee increase and therefore we have to consider the prevailing congestion conditions on roads and as we have to consider the increase of public cars in terms of numbers from about 420,000 to 570,000 within 10 years time the change is indeed a lot and therefore the congestion has been seriously, you know, disturbing or hurting the commuting public day by day In addition, there is also roadside emission and therefore travel by public car is one means of the various options that Hong Kong people could choose As regard to the percentage increase We have to consider the prevailing economic situation The affordability of the car owners and a host of other factors And we consider the percentage change is appropriate As regard to the study on congestion charging and electronic road pricing and electronic road pricing in Central I would invite Director Law to give you a brief update Thank you We have been adopting a multi-prone approach in curbing congestion Two of the studies that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has been undertaking is the congestion charging and the electronic road pricing pilot scheme in Central We have, in terms of construction charging we have actually completed our construction of a transport model so that we can take forward the study on congestion charging What we are actually working very hard on is to prepare for a survey on the travel pattern and travel habits of Hong Kong people This work has been somehow delayed by the pandemic situation, the COVID situation But we are gearing up so that once the COVID situation is more stabilized we can embark on the travel pattern study at once, survey advance so that we could come up with our suggested toll pattern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For the Central Pilot Scheme on Electronic Road Pricing Transport Department has actually set up an international expert committee And this group has members coming from Asia, Europe and the US We are actually grateful for the input of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s on areas such as protection of privacy Implementation details, complementary measures such as clear indication of zoning, of charging zones We are working very hard on those such that we could come up with details on the pilot scheme to report to the public, thank you O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監獄公園 監獄公園局長好嗎 短短好嗎 因為我們過了中間了 不好意思 麻煩了 王局長想問 因為現在司長說看餐吃飯 即經濟欠佳 預留五億幾六億幾 增加一些交易公園設施的時候 其實是否急市民所急 會否可以考慮遲些先做 即不是不做 遲些先改善交易公園公廁 還有有沒有一些選址 當局有沒有算過 優化這些設施之後 人流會增加多少 交易公園是否可以承載到呢 想問陳局長 其實現在經濟下行 市民買車意欲應該是少了 為何當局仍然強調 現在是適當的時間 加新車稅和排費呢 現在公佈所加的稅和排費 其實是否實際 即是比起當局原本預計 其實已經是加少了 謝謝 你是蘋果 是嗎 謝謝 你是蘋果 我個人覺得好像後面那兩條 陳局長那邊好像已經回答過 或者請黃局長回答 然後看看陳局長有沒有補充 好嗎 關於交易公園不同地方的承載力 我們理解的 特別是現在在疫情期間 多了香港人去到郊外去交遊 所以變成我們在未來的設施 或者改善都會加強在儀戶處 這方面相關的關注 至於前者 大家理解這些交易公園改善設施 其實在幾年前 漁護處是與民共議的 市民是高比例 是支持這些措施的 所以這次其實 陳局長按撥款做這些事情 其實是比原本的計劃 是遲了 當然我們理解社會的關注 一方面不單止這個項目 剛才我講的所有環保項目 其實同時間是剃造一個綠色就業的機會 所以變成是回應社會當前大家的關注 而在現在當下也都向前看 多了很多香港我們自己人是低貪本地遊 所以有一個社會的需要 所以整體綜合來說 我們覺得這些措施都是適合當前的狀況 多謝 好 陳局長還有補充嗎 好了 我已經回答了記事 是的 因為回答了記事 好 多謝各位出席的記者會 到現在就結束了 好 多謝